运动场上竞赛展现的不仅是利与美 常常看到的是人性的光辉 这次世大运我国举重好手郭兴臣 克服过去的腿伤 力拼金牌留在台湾 当他奋力一举 打破世界纪录那一刻 令全国动容 而其实在过去各大国际赛事 都可以看到选手们奋战到底的身影 像是2008年 我国跆拳的好手苏立文 几次倒地爬起来在战 不去不挠 2013年 世界棒球经典赛 我国对上韩国 投手杨耀勋 投到手指扑鼻 欲血奋战 这些运动家精神令人感动 手指头已经破皮了 可能是被那个缝线刮破了 裤子上面啊 血迹斑斑 那时候真的是 没有达到自己义取吧 对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球没有投完 这样就这样结束 真的 蛮遗憾的 他一定会做到 就是今天交代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一定会做到 所以说我就是痛 我也不会做好 我也忍着去做 他已经潜力了 看他受伤 他比当 任在室内上 其实你连站都站不稳 所以我认为他实力好就是说 他有办法单脚去跟人家撑两场 其实他是用生命在做这两场比赛 一切都很好 没有为国家拿一个奖牌 真的辜负大家期望 不好意思 站在那么高的殿堂上 绝不能放弃啊 对 而且 我背着就是国家的国旗出来 然后那么多人帮我加油 然后我觉得 自己没有放弃的理由 而且 有些承诺必须要去执行 因为他爸爸还在关心 他认为这个牌子可能对他非常非常重要 虽然这次没有得牌 我感觉 比德派还高兴 因为他还是站起来 代表国家出来 一定要把台湾人的精神打出来 对 这次是国家的精神 我可以展示我的最好的表演